瑞瑞乡五鹤休闲农业园区 在青年市举办了第三届下午茶 即手冲咖啡比赛 不仅吸引了全台各地手冲咖啡的好手 同台切梭交流 这一次也结合了在地小农和返乡青年 在瑞瑞青年市前广场 办理了音乐市集 展示展受地方的特色农产 主委彭伟祥说 也呈现逐渐被人淡忘的庙城文化和人情味 瑞瑞乡克休区第三届下午茶 即手冲咖啡比赛 直接拉到瑞瑞乡青年市来办理 来自全台各地的手冲咖啡好手 在佛祖面前展现冲咖啡的功夫 很接地气 其实冲咖啡就是这样 地球有稳定之外 在说它的在线性 来到庙城各式各样的小农摊位前 长鲜的人潮 舞台上DJ播放时下流行的电音 而来自国外的朋友也即兴来个吉他live唱 和古早妙城文化相容 毫无违和感 下午茶幸福农村推动计划 午贺休区连续办了第三年 这一次瑞瑞乡农会也全权辅导 交由返乡青年以及在地小农来发挥 在暑期各大知名活动之下 还能够有络绎不绝的人潮涌进 农会总干事黄胜黄也高度肯定 那这个活动都是由我们在地的青农联谊会 所筹办的 那今天也呈现了非常多 我们在地优质的一个农特产品 包括我们的在地的咖啡 我们在地的蜜香红茶 又花茶等等 那我们也希望所有的这个消费者 能够来支持我们在地的青农 那给他们鼓励 那今天在我们现场也设了茶席 就是希望能够让我们的这个观光客 能够体验到我们在地的一个文化 只是打着午贺休区的名号 却将活动场地拉到大庙来办理 日子青农团体与休区主委彭伟祥表示 下午茶泡茶手冲咖啡活动 也可以横接地气 下午茶主题其实就是最重要的是 我们要结合在地 那我们深入在地的部分 我们必须要把我们所有在地的人文资源 还有在地的产业 然后还有在我们的环境资源的部分 那我们想要把它连在一起 那述说着说 我们其实瑞数有很多文化比较深的一个地方 那当然不只是只有一个 那我们好几个 我们希望说用年度的活动 那我们一个一个把它串联起来 透过巡回办理的方式 2018年 午贺休区的下午茶 从午贺茶台地的茶产区出发 2019年 来到瑞穗温泉区的天城饭店 泡茶葱咖啡 而今年2020年 下午茶来到瑞穗乡亲民众的信仰中心 清联寺庙城办理音乐会 展示展示地方特色农产之余 返乡亲农与小农 也聚集重现庙城文化 也让到场的游客民众深刻体验农村聚落 那一股浓浓的人情味 接下来 主委彭卫祥说 将持续不断地巡回瑞穗各个角落 找寻瑞穗香独特的农产滋味 记者石玉兰 瑞穗采访报道 岁南戀